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哥林多后书 13章1到14节 昨天提到 保罗他最后讲到 他盼望第三次再到哥林多教会 希望他们已经预备好了 所以第13章第一节说 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 凭两三个人的口座见证 句句都要定准 这是在生命纪十九章第五节 意思是 有充分的证据之后 他要来执行教会的机遇 盼望他们能够真实的悔改 我从前说过 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 这个从前说过应当就是 可能第一次或者是更多前书 那也是后面讲的 正如我第二次 就是那一次痛苦的访问 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 就是对那犯了罪的 和其余的人说 犯了罪的就是 更多教会里面有各样这个 结党 恼怒毁谤 残言 狂傲混乱 还有这个 污秽养 邪当等等 当然也包含那些家使徒 特别的是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 其余的人就不是犯了罪的 那他们为什么保罗也要对他们说话呢 因为这些人容忍了 这些错误继续在他们当中 因为教会是一个盟约的群体 我们对彼此是有责任的 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在软弱当中的时候 我们需要主给我们爱心 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灵巧 知道怎么样合一的去规劝 去引导 帮助弟兄姐妹 所以保罗说 其余的人也是有责任 对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 我若再来 必不宽容 保罗的意思是 我第三次再来的时候 我会带着使徒的权柄 要来执行教会的纪律 那第三节 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一直在质疑保罗使徒的权柄 就说你不是使徒 所以你说的话 你所传的福音就不算数 所以保罗这里就说 更多教会当中有些弟兄姐妹 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 就说我是不是一个使徒了 基督是不是借着我说话 我必不宽容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你们要我证明我是不是使徒 对不对 好 我就借着执行教会纪律 来让你们知道我是不是使徒 懂我的意思吗 你们一直在说 保罗言语出属其貌不扬 在他们当中 卑卑微微的根本不像是一个大人物 很软弱的样子 那保罗说你们要我钢墙吗 你们要我显出那个钢墙 那个钢墙就是在你们当中执行纪律 接下来一段话其实是保罗在补充说明 保罗在说明什么呢 说明为什么他在他们当中是卑卑微微的 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 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这一句话看起来不太懂 可是后面的解释我们就懂了 他因软弱被定在十字架上 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 所以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 你们现在有基督的大能 复活的大能 意思是你们现在是基督徒 是教会 你们有神的生命 你们被重生了 有基督的大能 所以你们现在不是软弱的 可是你们今天可以经历 这个大能的前提 原因是因为基督的软弱 他因软弱被定在十字架上 保罗要讲的是说 你们今天之所以变成一个教会 是因为基督他显出他的软弱 他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使你们今天被成全 能够经历这个基督复活的大能 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 保罗的意思是 我也是效法基督的样式 一样卑卑微微的在你们面前 在你们里面侍奉 为了借着我这个卑微的侍奉 来成全你们建造你们 那后面说 但因神向你们所显得大能 也必与他同活 这里翻译不是太好懂 别的翻译本说 这个是诗高译本 比较把原文的意思翻译出来 然而借着神的能力 向你们我们将与他同活 向你们我们将与他同活 所以保罗这里是用同活来形容 他要执行使徒的权柄 使徒的纪律 我们一样用卑卑微微在你们当中侍奉 但是我与主同死 现在我也与主同活 我要显出使徒的权柄 在你们当中执行教会的纪律 保罗的意思是说 你们觉得你们现在是刚强的 是有基督复活大能的 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 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 你们觉得自己有各样属灵的恩赐 各样属灵的经历等等 但是你们知道 你们之所以可以经历这个大能 经历这个成全和刚强 是借着基督的软弱吗 因为他以软弱的形象 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 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 你们今天之所以被成全 之所以看起来好像很体面 是因为基督的软弱 而我今天也是效法基督的软弱 在你们当中服侍 卑卑微微的服侍你们成全你们 而你们要我显出使徒的凭据 我的这个软弱不就是使徒的凭据吗 但是现在呢 你们又要我显出那个刚强 好 那我就要显出使徒的权柄 这个教会的纪律 来到你们当中了 所以这个然而借着神的能力 向你们我们将与他同活 指的是说对你们而言 我们也要不仅同时 我现在也要有那个复活的能力 在我的身上 这里同活 我说保罗要强调的 从上下文看来就是 显出使徒的凭据 就是你们要的那个刚强 就是纪律全柄 那第五节保罗又换另外一种语气 来劝他们 保罗的意思是说 你们要来检验我是不是使徒 要来确定基督 是不是借着我说话这件事情 其实你们搞错方向了 保罗说你们总要自己行查 有信心没有 有信心没有意思是说 你们有没有信仰 你们有没有在信仰里面 也要自己试验 就说你要自己去检验 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信仰 保罗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很简单 你们说我不是使徒 可是是我到你们当中传的福音 你们要我显出 基督是不是借着我说话 所以你一直要去问我是不是使徒 基督是不是借着我说话 有没有基督才派我 你们搞错了 你们问你们自己吗 你们自己到底有没有信吗 你们自己到底有没有生命 有没有信仰 你们自己有没有基督的生命 如果有 那就是证明了 基督差派我到你们当中 我就是使徒 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 你们要省察自己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信仰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气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可气绝的就是指没有信心的吗 就是没有信仰的 他说你们自己认为你们是基督徒 有基督在你们心里面 那不就证明了我是基督派来的吗 不就证明了基督借着我对你们说话吗 你们搞错方向了 你们要看的不是我来证明 是你们自己觉得呢 你们自己有没有信主啊 我却盼望你们晓得 我们不是可气绝的 保罗的意思是说 我所盼望的 原文没有确 我巴不得你们知道 我不是可气绝的 因为保罗如果是可气绝的 保罗是假使徒 那结果会是怎么样 更多教会不可能成立嘛 更多教会不可能有基督 在他们的心里面嘛 所以保罗说 你们真的信了主 教会真的建立起来 就证明了 这个是无法否认的 就证明了我真的是使徒 是基督派我到你们当中啊 基督借着我对你们说话 否则怎么会有基督在你们心里面 我们求神 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 保罗借着祷告也表达出 他的盼望 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 这不是要显明 我们是蒙悦纳的 是要你们行事端正 保罗祷告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 目的不是要说我们多好 是盼望你们悔改 行事端正 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 有一些人真的就认为 保罗他不是使徒 他是假使徒 他是非基督徒了 可弃绝的 那第八节 这边呢 一直到第九节 有两个部分在形容 这个任凭人看我们是可弃绝的 第一个是 原文有因为 因为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 只能辅助真理 意思是说 人家这样看我们 我也不会改变 我的表达的内容 因为我被呼召只能够 这个辅助真理 不能够抵挡真理 显然保罗指的是那些假使徒 他们为了要讨人的欢喜 所以就曲解了圣经的内容 魏力混乱神的道 但保罗说不行 他宁可坚持真理 尽管会被人误解 甚至被人攻击 他是假使徒 第九节 前面有个因为 有人还是 把我们当成是假使徒 那也任凭他吧 因为即使我们软弱 你们刚强 我们也欢喜 这个软弱是指 被厌弃 卑微 纵使我们被误解 纵使我们这样 卑卑微微的 但是只要你们刚强 你们被成全被建立 我们也欢喜 我们就看到一个 真的像是一个父亲一样 就说一生劳苦 盼望孩子 成熟 懂事 能够有一份正当的工作 过得幸福 那这个老父亲受的羞辱 被人的误解 他也欣然接受 不在意了 并且我们所求的 就是你们做完全人 就是他的心愿 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把这话写给你们 就是说我 所以我现在写封信给你们 考叫我见你们的时候 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 严厉地带你们 这权柄原始为造就人 并不是为败坏人 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 你要我显出使徒的凭据吗 你要我证明 我是使徒吗 好 那我就到你们当中 来执行教会的几率 但是保罗说 你们回头想一想吧 我并不是要用权柄 严严地带你们 你们想吗 这个我是不是使徒 基督是不是借着我 对你们说话 你们不是一直在挑剔我 用各样的标准衡量 你们看看你们自己 到底有没有基督 在你们的心里吗 你们有 你们觉得自己很好了 你们有 那不就证明基督 真的借着我 对你们说话 这就是一个 不可否认的事实 你们应当自己 警察自己 而不是一直在检验我 我为了你们 被人误解 也无所谓 因为我们只能够 辅助真理 不能够抵挡真理 我不能够违背 上帝的护照 我不能够为力混乱神的道 我被人误解 尽管我们软弱 你们刚强 那我也不在乎了 盼望你们自己 想一想 自己悔改 不用我到你们当中 用这个权柄 这权柄 原是为造就人 并不是为败坏人 不是到那个地步 你们才要悔改 盼望你们自己 想一想 预备好了 那么我第三次 到你们当中的时候 大家是非常的欢喜的 是主得荣耀的 第十章开始 一直到 第十三章的第十节 就是一个大的段落 保罗 不断地在告诉 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到底怎么样分辨 一个真正的使徒 一个真正基督的仆人 应当有的样式 你们不要再被这些 假使徒欺骗了 他们要牢笼你们 他们要羞辱你们 要占你们的便宜 十一到十四节 是最后的问安 一个祝福 还有末聊的话 愿弟兄们都喜乐 其实保罗是盼望 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经历这些事件之后 他们成长改变 更多的圣洁 要经历更大的喜乐 要做完全人 这个完全人 包含了各方面 在信仰上 在道德上 在关系上 都能够恢复 那个神原本的心意 要受安慰 这个安慰是劝告 要接受我的劝告 要同心合一 他们当中 有彼此结党纷争的事 他说我们要同心合一 要彼此和睦 因为结党纷争 就会互相的攻击毁谤 同心合一 还要彼此和睦 彼此和好 如此 仁爱和平的神 必常与你们同在 保罗已经指出来 更多教会最缺乏的 就是爱 神的爱 神的和平和睦 就会在你们当中 你们清嘴问安 勿要彼此圣洁 就是用圣洁的清嘴 来问安 分别为圣的这个清嘴 众圣徒都问你们安 在保罗身边 还有一些其他的信徒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这里讲到三一神的祝福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强调的是救恩 救恩不单单指 我们重生得救这件事情 而是指着救恩的 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 恩典工作 我们信了主 这个神的大能 救恩的恩典 继续在恢复更新我们 在改变我们 使我们品格越来越好 使我们有能力胜过 肉体的邪情私欲 等等 这个救恩的工作 继续在我们身上 神的慈爱 就是天父上帝的慈爱 父上帝的慈爱 表达的是 关系的恢复 原本我们是与神为敌的 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 我们恢复了与神的关系 一个立约的关系 强调的是 天父与我们立约的那个关系 在盟约的里面 以至于我们得以领受 各样的应许 圣灵的感动 这里感动包含了 圣灵的同在 我们与圣灵的相通相交 我们可以 聆听圣灵的声音 对不对 还有圣灵的引导 带领等等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这是从三位一体的上帝 而来的一个祝福 最后的祝福 我们到这里 就把哥连多后述讲完了 感谢主 我们这一段 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归纳 从第十章到第十三章的第十节 保罗讲到 他跟这个假使徒的差异在哪里 他在教导 各人都教会弟兄姐妹 你们要能够分辨 他说呢 不是要自夸自己多厉害 来推荐自己 需要什么 是主的推荐 所以在第十章第十八节 因为蒙悦纳的 不是自己称许的 这个称许就是推荐 不是自己推荐 乃是主所推荐的 这些假使徒不断的推荐自己 说自己很厉害 多少精力 然后做多少事 保罗说不是 其实是要主的推荐 保罗也说 不是传自己的信息 讲到另传一个耶稣 叫你们另受一个灵 另得一个福音 他说不是传自己的信息 而是纯真的福音 再来保罗也说 不是带着私心 要占你们便宜 而是无私的爱 因为前面这里讲到 有这些假使徒 抢你们做奴仆 侵吞你们 掳掠你们 武漫你们 打你们的脸 等等 这些假使徒 到你们当中是 要占你们便宜 为利混乱神的道 可是保罗 他是无私的 为了不累着他们 宁可而不拿教会的奉献 自居卑微 还要自己 自上鹏 供养自己 这个是无私的爱 第四个 不是要比谁比较厉害 真的要比 要比谁为主受苦更多 前面我们讲 这些人自称是超级使徒 那个大 原文是超级的意思 那保罗这里说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我更是 那个更是 是超级的意思 就是 我是超级的仆人 这可以显出 那个差异 对不对 真要比 那我们来比 谁为主受苦更多 第五点呢 不是要比谁属灵精力多 而是 比自己 有多软弱 意思是说 不是要夸口自己 有多少这些经历 因为那都是 神自己工作的 真正呢 能够看得出来 是属基督的 是 主如何借着我们 软弱的生命 显出 他的大能和荣耀 那我有说 夸自己软弱 不是一天到晚讲说 我多烂多糟糕 这个也不是保罗的意思 而是 我们一生的侍奉 都在显耀主 不是不断地 在夸口自己 称赞自己 显耀自己 让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 是看到 主的大能 主如何赐 下恩赐 主如何建造 他的教会 在某些时刻 调动万有 拆派同工 教会可以被建立 等等 而不是去看见 哇 某某同工多厉害 某某牧师多厉害 不是 再来呢 不是比自己多光彩 而是比自己 多忍耐 多卑微 保罗这里 就讲说 他是用百般的忍耐 显出使徒的 凭据来 哇 这个就是 很 跟现代的 世俗的价值观 不一样 对不对 以前 我要当 传道人 那么 就有家族一些人 他们就来关心 他们就说 哇 那这条路是怎么走 因为他们想象 一个人去公司上班 那就是从小职员做起 慢慢呢 可能当 客长 慢慢当小主管 慢慢可以升迁 变成 这个经理 慢慢变成CEO 或什么的 所以他就问说 那你现在是传道 那之后会变成什么 我说可能就被安利周牧师 牧师上去呢 牧师上去是什么 他们要看的是这个 我说就是牧师 一直到最后 他说 那你的前景 好像 堪虑 没有什么盼望 世界的价值观 确实是这样 是要比你多光彩 但是保罗说 不是 在主的面前 是怎么显出 你是真正的 那主的仆人呢 是百般的忍耐 是与主同受苦 在这里就 保罗教导 更多教会 弟兄姐妹 怎么去判断 一个真正的使徒 我们再把 更多后书 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第一章的 一到十一节 就是一个问安 一个开头语 那么从一章十二节之后呢 保罗开始要交代 他形成改变的原因 但保罗知道 之所以 更多教会 弟兄姐妹 会误会保罗 形成改来改去 是因为他们 根本对于保罗的 侍奉的性质 保罗侍奉的心智 完全不认识 所以保罗花了 很大的篇幅 一直到七章十六节 在讲 他新约的执事 是何等荣耀的 他这样反反复复 是有各样的考量 是为了更多教会的 好处的等等 我们说保罗 我们现在很尊荣他 可是在他那个时候 其实是很憋屈的 人家根本瞧不起他 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根本不在乎他 甚至贬义他 攻击他的 所以保罗才要 卑卑微微的去说 你看不出来 这是我爱你的凭据吗 第八章第九章 保罗在讲 关于奉献的事情 为耶路撒冷教会奉献的事情 因为这个钱的事 保罗不收钱 造成更多教会 有许多的猜忌 所以保罗用了两章的篇幅 直直细细的交代 什么原因 他要怎么做 而这样做 在上帝的心意里面 是什么样的看法 等等 很小心的 把这个奉献来教导 那第十章一直到 十三章的第十节 就是在告诉更多教会 弟兄姐妹 真实图跟假实图 怎么样来看 最后就是十一节 十三章的十一节 到十四节的节语 这样我们对哥林多后述 就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这是一卷非常 深刻描写一个传道人 内心这种心情的一封信 读起来好像也有一些沉重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 保罗内心的那个激昂 内心的那个赤诚 对上帝侍奉的行指 也愿保罗将服侍的榜样 身形成为我们的榜样 激动我们激励我们 在这个两千年后 我们一样可以带着 这样的心智来侍奉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看见保罗 他要这么样卑微的 去告诉人 他怎么爱更多教会弟兄姐妹 主我们好心疼 原来保罗一生的侍奉 不像我们过往想象的 这么样的疯狂 他面对许多的逼迫攻击 外来会在的 甚至也面对 自己建立的教会 这样的诋毁他 攻击他 轻砍他 但是保罗自始至终 仍然坚持他 侍奉的原则和使命 主啊真是求你 使恩怜悯 教导我们 能够效法 保罗一生侍奉的样子 讨你的喜悦 好叫我们一生的侍奉 真的是叫人看见 你的荣耀 你的大能 主你必兴旺 我们却要衰尾 愿主你在我们 一生的侍奉当中 得着当得的荣耀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